早晚 Engineers的市民選領事務局局長 剛剛保新鴨出來 師傅老師這個河床跟道路 那距離上下位差大概只剩下四公尺而已 所以在東橫那邊更慘耶 就走到河床上面 真的啊 所以我們走這一趟你的腳都已經都回來了 這邊還有中道學 中道欸 在東部中道學 不已經下來平地了啦 我剛剛講那個我那個學長屋樂天 他是大學念七年 吳樂天是公公那個吳樂天嗎 同平同同 現在怎麼同仁 然後他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 我都在玩童軍 然後他就是 就是在做那種戶外體驗教育 他非常厲害 然後今年的那個東海大學的行政訓練 是他辦的 喔 然後 他跟我講說他的 時薪 一個小時的時薪 一個小時實行多少錢 你們如果覺得 他一個小時實行是一萬六千塊 現在 那我說 你在做什麼 為什麼一個小時可以賺一萬多塊 他就說他也不知道 因為他很會玩 然後又會帶團康 他說有些企業 你想想看 一些高科技業 那個富士康的 那個郭台銘他們工是不是跳了好幾個人 那你就可以想想看 如果一個人 他做了一個工作 每天都做一樣 然後做八小時 做了三年之後照著鏡子 就說活著幹嘛這樣子 你如果做一件事情是反覆做的 而且是很工具性的做 然後一天要做八小時 然後 所以那個會失去 你到底活著幹嘛 然後 然後他就是 有一些公司 就請他過去做一個叫做 呃 士氣的激勵 或者什麼 然後 外展 不是不是 就是帶著公司的員工 然後讓他們能夠 放鬆一下 有用 也太貴了 很貴 就是 就是像 雅沐爺找他 然後就是 讓 一個小時 就是 一萬六起跳 7月版的舊國團 一萬六起跳 對 那 他們一半 就是要辦三天兩夜 然後 完了之後 那個整個公司 那個士氣就大增 然後就重新 攬起生命的希望 然後我就在4月1號2號不是304月有開課嘛 下禮拜一禮拜二他就來上 我就跟他講說 就是禮拜一禮拜二 然後就跟他講說 那個我 你那麼會玩齁 但是 我就跟那個學長講 他學長陳老師都是我們的老師 我就跟他講說 老師齁這些東西齁 不有趣 我就跟他講說 今天那個姿勢在傳遞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觀念在傳遞的時候 如果你不有趣的話 就很難傳出去 然後我說 你的專長 是讓一個無趣的東西變有趣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4月1號2號我們來開課 就叫生態體驗教育 然後又怎麼樣讓這些東西變有趣 所以 他有上課 有看過 會錄影機 會錄影機 因為聽起來的話 你那個學長就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因為一般的話 像那種吸收師 那種比較深的姿勢的話 都是各自自己有興趣 額外花很多時間 而且他的遊戲齁 他的遊戲叫做 是一種 是一種 一種哲學教育 我講的是一種思考 或者是邏輯的教育 他是在透過遊戲之中 讓你去思考 讓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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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遊戲都在 跟你玩心靈跟心靈的遊戲 他是 就是整個活動做完 他會做一個 讓你們去回顧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對對 而且他裡面還有很多的操作性的 然後思考性的 然後反思的 然後跟團隊合作 都涉及過 對 他有一些這樣 這也有很多節目 這一定有故事 何階 哪裏 哪裏 兩側 跟他談一下 右手邊 那個 我們正前方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崩塌下來的對不對 就是 就是我 我昨天不是在談嗎 那個我們的河床 為什麼會變得那麼的寬闊 就是上面如果說 呃 崩塌下來的時候 它會形成 如果這一個 剛剛看到那一面 崩塌 崩下來的時候 如果擋住河床的話 就會形成淹色湖 喔 形成淹色湖 那淹色湖 如果再久的話 那個淹色湖就會跪絕 那一跪絕的時候 像這個 這個寬闊的河床都有 很可能是過去 過去的淹色湖 潰絕的時候 衝出來的大風 你跟河床那麼高 對 但是那個年紀很高 對 就是說那個 如果是按照輕蝕的狀況的話 我們的河床 不會輕出 這樣子的寬闊 這是一個推論嗎 有沒有比較明確的證明說 這個是 沒有 因為這兩側 因為它是 河床 那個河床 那邊是開了一個資料 剛好避過這個大水的攻擊 直接攻擊路線 所以它有在那邊 我意思是說 這個 因為這裡 那邊也有一個 這裡是比較 那邊有一個資料出來 那邊也有 因為這裡是比較年輕的河流 如果你是去看 濁水溪上面 就有好幾個 像旺鄉 羅納 它那個就是大的 這一側也是河階 你看旁邊那個田地 這個都高尾河階 這些就是過去在崩下來的時候 他把河床堵住 然後再衝出來 對對對 這些都高尾河階 那個比較像那個沖積扇 那個比較清潔的 剛剛那個就很明顯 那個是平的 這是沖積扇 就是那個資料的出口 因為它寬闊 所以很多流速變化 就擠在那個上面 變成一個山狀 我們很多田主委過後 都是建在沖積扇上 那個很危險 他們是很危險 那是在山積扇 那個山檢核 就一般我們以為 沖積扇都是在河旁邊 也有在山坡上 這叫高尾河階 這叫高尾河階 那你是多少錢 但是他說那個也是沖積扇 雖然它很高 沖積扇上比較有一點清潔 那個地方是危險的地方 那也是危險的地方 沖積扇山也不穩定 什麼時候再一次 它都是這樣一直堆積 你所謂的沖積山 是因為河流帶來的沖積扇 還是土石流的沖積 當然是流水 流水 因為它在那個湖口 然後環過